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位圆主的手相当中 感情线呈断裂状 并且智慧线也断裂分开 那么这种手相的主纹路断裂对感情婚姻是非常不利的 这位圆主二婚死在床旁边 看这个感情线手尾两头都分叉 并且有些横切的纹路穿过 或者一些不利的符号 导子纹路啊,三角纹路啊 如果是这种干扰到主线的话 这个婚姻容易有不顺和分离之苦 这是第二种感情线 我们看这个手 如果是女人呢,手心高企 显得手掌平薄 天生是不聚财,不留财 挣多少花多少 永远是缺钱花 因此这种手相的一般的生活是 这个工作一直停不下来 这个一直是劳碌一世 奔波无异 这是一种 从手背来看 如果是手心干瘦 这个没有肉 跟柴火似的一世劳碌 并且呢 这个指缝 缝隙非常的明显 所以说奔波劳碌之相啊 也如意在婚姻当中产生一些问题 贫贱夫妻百事 哎呀,一辈子不会离婚 那么但是争吵也会不断 这个是一种 婚姻感情出现问题的三种手相特点 就介绍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